大家好,我今天要为大家讲的故事是 曹操军令如山 曹操和军队 经过了一个田间小道 下令不准毁坏卖苗,毁令折斩 骑兵都下了马,小心翼翼的互相照应人马通过 突然间曹操的马跳进马田中 曹操下令文书官员议论罪名 文书官员根据春秋之意 说,惩罚不能加诸至尊的首领身上 曹操说,我既然制定了法令 自己却违反了它,怎么能统帅故乡 可是,作为义军统帅不能自杀 请让我惩罚自己吧 说出,口之后呢 曹操就割下自己的头发,扔在地上 今天故事就讲到这里,谢谢大家